我不知道有什麼人會喜歡他的廣告出現 基本上是老鳳沒錢的 喂喂喂 大聲一點 我覺得很大聲 要是這樣 如果你現在覺得細聲 Kelvin 你停止Youtube 刪除了APP 這個直播呢 就是這樣的聲量 而且還會保持這樣的聲量 好啦來啦 那我們就播放我們今天要播的東西 不論你轉台 你不看他 我都會播給你看 所以你唯一的選項 要兩隻手 這樣 你唯一的選項 刪除了Youtube 有沒有人覺得他的想法很大膽 他不想一下他的廣告為什麼煩 他可以錄好一點 別人可能 其實可能是善意的 其實是他進步的其中一個空間 別人說他煩而已 這件事應該不會有人有意義的 他那些廣告很煩 但是他說他不是反駁他的廣告不煩 他不是反駁他的廣告 其實是有營養之類的 他只是告訴你 我吹啊 我很難多錢 然後就說 很多人靠他的廣告賺錢 然後 首先你要當他的廣告可以賺錢才算 他後面說的那句話他就不成立了 老老實實 他說他5秒就會自己按Skip走自己的廣告 而這個世界大部分人都覺得他的廣告是很煩的 簡單來說 覺得很煩 5秒之後按Skip 是一個很合理的推斷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出了他的廣告 那個人是收不到錢的 然後就是靠他那些廣告賺錢的人 就是不存在 其實是雙負雙成的 你要廣告賺到錢 你的廣告是要讓人看才值得賺錢的 那如果那個廣告拍得好 像他那樣 其實那些人每個人都會按Skip 其實是沒有錢的 他不僅沒有錢那麼簡單 他還霸了你本身那個位應該有那個廣告 你明白嗎 可能都是一樣那麼垃圾的廣告 只不過是一個官人七個妻 還有Brian 隨便兩個二選一 讓人你有性格 起碼有些顏色仔 會看到一個官人七個妻 什麼我是官老爺 都有人看那個 我不知道有什麼人會喜歡他的廣告出現 基本上是老鳳沒錢的 因為他可以看到的 其實是放廣告那時候才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 接著我在他身上可以賺到多少錢 都是看不回來的 但他花了多少錢 其實是有資料的 放這些廣告的時候 但是這些都不是重點 他現在就說 他提供唯一的選項就是這樣的 就是叫你 quit YouTube 那大家這麼絕望 既然我提供另一個選項給大家 就是你又很愛YouTube 你又不想看到他 給自己一個機會 鍵入下面那條線 你按進去之後 就很簡單 第一頁你要填 是YouTube廣告 然後根據你覺得那件事有多不好 你就結束 立刻行動 不要想 機會 過了 未必有 現在一起 按下去 現在4,900人 找1,000人就行了 不要多 究竟是他 他大權一點 他有權控制我們看不看YouTube 還是我控制他 可不可以放YouTube 我真的想知道 必領個心灸YouTuber 要靠他的廣告 然後 一個叫人quit YouTube的人 靠他的廣告為生 究竟我是要quit 還是他要quit 用了Adblogs 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威風 如果因為這些人 全世界都用Adblogs 那就有事了 那就是全世界 因為他找不到吃 就不是靠他找吃 是不是 我們不說這些 暗糕的東西了 我們說一些正經的東西 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自己 試想一下 你明天 整個街 都是很多人在聚集 然後你又熬底 不怕 不敢上街 那怎麼辦呢 又沒有東西吃 突然之間肚子餓 直播限定優惠 所有氣炸鍋專區 都有九五折 沒有氣炸怎麼辦 焗爐 這兩個 芝士熱狗 還有薯條芝士熱狗 還有 最棒的是什麼呢 Calvin 很簡單 如果你不喜歡吃街道的蘋果批 你不喜歡吃 麥當勞的蘋果批 有股肉桂的味道 quit了 quit了 那些 濕金蜜當勞蘋果批 好嗎 我這樣擔保 我有很多預算 買了很多這個蘋果批 你可以去買這隻 氣炸蘋果批 這麼多人在這裡 看到你Calvin Calvin你有沒有落單 你不喜歡氣炸也不要緊 我們買了這隻 最新的 都是香港牌子來的 很漂亮 液體麵包 Calvin你不喜歡喝液體麵包 不要緊的 我是Calvin 還有陳皮啤 然後呢 還有 山楂 好像山楂餅 那你自己看吧 我們一起來 完成我們的高達了 上面的攝影器輕了 是啊 不要緊的 我放一些無聊的東西 好嗎 不准放 你說不放 我就不放 蛤 放了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去看Youtube 為什麼我的電腦裡面的東西這麼奇怪 為什麼我的電腦裡面的東西這麼奇怪 我的電腦裡面只有這個圖 只有這個圖 美不美 看看這個 有薯條在上面 這個 不會太酸 不會太嘗 不會太嘗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因為這樣的 其實 那些什麼成功人生 什麼激發你的潛能 其實那些我就是沒有意見的 某程度上都有用的 尤其在你很迷惘的時候 若干的諮詢 或者激勵 是有用的 基本上如果你是做一個這樣的職位 你可以去做一些這樣的導師 你去做職例人生導師 除非你學生很少 如果不是 一定會有些成功例子 因為那些人自己本身是會成功的人 其實本身會成功的 不關你的事 那當然90%的人最終都是失敗的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那件事說到是這樣 我就覺得不對 不對數 有錢大了嗎 有錢我廣告大了嗎 是不是 大聲不代表沒有禮貌 周潤發話的 我大聲說話 不代表我沒有禮貌 阿Sir 你表現了拉絲買X帶 搞錯啊 真是假啊 原來我的職業技能就是拉芝士 發達大計 拉芝士拉到上市 這次我真的準備 Kevin 不要緊 不用Q 你還有 氣炸蘋果批 5分鐘過了60秒 Kevin 還不買 不是你的蘋果批 騷擾 會不會啊 這麼少課 怎麼扯得這麼差的 C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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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蘋果批 有 有沒有人上過類似人生教練成功教練的課程 這些課程 通常都會有人這樣說話 就會衝出來說沒用 等等 但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這些就真的沒話說 以前我都會想 哎呀 沒可能的 沒理由什麼都不做 就是有時候有時候會覺得 可能很絕望啊 或者沒什麼希望啊 那你就會想 就是那句話了 難道什麼都不做嗎 這樣 你就會很自然去找這些東西上的了 因為你覺得自己上完這些東西 就會 好像真的做了東西 如果有人跟你說沒用的 這樣 然後你就會跟他說 那你有什麼高見呢 然後別人其實又給不到答案你的嘛 因為如果你會想 那難道什麼都不做嗎 這樣吧 所以你是這樣想 人家告訴你 真的是 等吧 有時候 你不會聽的 別人跟你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 每個人性格不同的嘛 有些人是 那難道什麼都不做的嘛 總是喜歡說 很鬼什麼 這些叫做 主動 是啊 有些很主動的人嘛 你知不知道你幫Kelvin賺錢 那你生存每一秒都幫人賺錢的啦 你有沒有人住港島的 那你幫成哥就賺錢啦 講燈嘛 有時候有些東西沒有辦法的 你會關掉燈的啦 要是 關掉雪櫃啊 但是扔了牛子就不要關掉了 Tesla 1600元虎主婚手券 神經病 會不會真還是假啊 現在是多少錢啊 其實 我不知道啊 我沒有錢有 1400 你不是想我恥笑你說 跌死你啊 然後我就可以燈到它升級吧 我的能力不是讓你這樣用的 為什麼這陣子已經不流行 聽人說開Uber 但是很聽人說呢 每個人都做了那些Food Panda 這麼多人有電單車的嗎 這個世界 還要這麼多人有電單車 又有這麼空去做呢 有沒有人還是沒用過這些東西 來叫過東西的 在這幾個月都沒有用過的 如果你沒試過呢 這樣就對了 立刻上牛子商店網站 哎呀 立刻上牛子商店網站 有你最喜歡的食物 我的聲調是不是非常廣告 看一下這個 是一人火鍋牛肉套餐啊 只要一鍵進去 鍵進這條線 立刻叫牛子商店 送去你家 喂 還收不到WiFi 你屌 我屁股了 收不到廣告費 混蛋 吃齋怎麼辦 吃齋沒什麼怎麼辦 遲天就有 是不是 現在也有 現在也有 神經病 吃齋的朋友 立刻鍵進這裡 然後有一個叫做素食天堂 就算你欠債400萬 你也不爭 再多一張卡 再加上牛子商店 反正你都會破產 混蛋 話說呢 這兩天有一則新聞 新聞就是關於 月餅炒月餅券 所以就是這樣 P 新聞就是這樣的 美心月餅近日 滯銷兼難以轉手 市民欲退款 不獲美心接納 代購美心月餅的中介人 即有個Agent 就是幫人買美心月餅的 為了 賺取當中的美利 集合了100萬 就購入了 6000張美心月餅券 然後買了之後 就未料發生月餅廠員工 染確診事故 以至 客人縮沙 即可能下了少許訂 但是太訂 讀者呂先生 自稱是貿易商人 每年都會購買 預千張 不是 預千盒給月餅去澳門 然後賣給當中的商店徒利 月餅就賺取微薄利潤 每盒就賺取10元 即是他買了100萬 他說他自己賺5% 那就是賺5萬元 為了賺5萬元 堅稱自己就不是炒家 然後他就損失慘重 現在的月餅運不到去澳門 澳門沒有美心的嗎 澳門? 對呀 澳門要美心來打 那最香源沒有出月餅的嗎 巨記沒有出月餅的嗎 有但不是留心 巨記有月餅 澳門有美心 不過那些月餅的味道不同 即是不出那些味道 然後他致電美心就要求退款 然後負責人就說 消毒了 清潔了 就不會退款的安排 沒有退款的安排 然後他就怕自己 不見幾十萬 他認為美心應該要讓消費者退款 以挽回相遇 美心挽回相遇? 不,這句話有... 這句話刺中了我的笑點 這句話莫名地刺中了我的笑點 OK啦 為什麼要站得這麼齊? 找人拿一遍 差不多了 給我多夠水 想怎樣啊 如果我有大陸手機遊戲贊助 我就可以開一個一萬元高達 很有質感 這樣拿著大腿 但如果你買了新年記得收買 不然會被你的親戚小孩玩難 有沒有大炮? 對喔 對喔 難怪硬好像差那麼多 炮又沒有流聲除 沒什麼誠意 你這樣說一說馬上覺得 放到拳頭在這裡可以嗎? 不行 插把劍在這裡 也不行 他有想過 好啦,停了,停直播 如果我不喜歡你們的觀眾 我就停了直播 好啦,停了,各位Kalvin 停! 快點! 有點痴巴痴仔 有點痴巴痴仔 為什麼Kalvin 這麼安靠?